你看 米莱迪可以召唤5个机器人 阿古朵可以召唤5个野怪 那我们大胆一点将它俩合一起 那么15v5的顶级军团流就诞生了 你看敌方亚瑟一个坦克啊 瞬间就被围殴制使 再看敌方高地 就兵线都不要直接强拆 并且拆塔方的三位英雄还没掉一滴血 真正诠释了什么叫人多力量大 燕祖们啊 你想象一下 我们的对手已经工作了一天了 身心俱疲的他打开了这款5v5公平竞技游戏 他正于放松一下为所欲为的时候 哎 发现情况不对 连高地的出不了的他不断的反复问自己 为什么这一把红色血 调的有那么多 并且好不容易清完一波 过一会儿又来一波 对手永远比自己人多 此时此刻他的心态 必然会发生一点小小的变化 他开始怀疑这还是5v5吗 啊 那肯定不是啊 这是一时5v5 那么燕祖你看 让对手难受 你开心吗 反正我开心得不得了 所以咱们教学开始 请先分别备战好阿古朵 以及米达尼的装备顺序和名文 专业教学仅供参考 准备完毕进入游戏 因为匹配的规则是 几方有多排 那么敌方就一定会有 所以很多时候 双排整活的比较多 像对面就有王道军加刘善 这一对联欢控组合 我方还有一个莫子加手维 这一对双军组合 所以场面一度很混乱 就像朱老师我和鲁班一样 都是一打二 这前期没人帮就很烦 但是不慌 刘善总归是要走的 而中路1v1 经过了五次加强的米师傅 现在强的亚皮 这个玩法前期先不游走 咱们的第一目标 是清掉对面的中路外塔 因为前期阿古朵也怪没层处 而咱们也没CD 中野联终的效果肯定不会好 所以前期先发育一下不着急 等到八分钟以后 对面就有的兽了 这边都准备走了 但是莫名其妙击杀了王道军 这是发生什么事了 不行 我要看一下回放 这边推完防御塔了 但是王道军残血没走 哎呀 被小兵带上了 这个人太年轻了吧 敌方这一把为了克制我 还选了一个蓝帝王 他肯定是怕我透脏担带 但是不好意思哦 军团流不用担带 等过一会儿 我们爆一波兵 15v5 我就看到时候这个蓝帝王 怎么下得出来 就为了针对我 顶这个手臂选了个蓝帝王 这谁教的呀 怎么想的呀 心术不振 一天天的劲搞些外面些的 像这里我露头了 这个蓝帝王 我猜到会来抓我 所以利用白礼的眼位 咱们反对一波 好来了 年轻人我等你多时了 一套小连招送这位兄弟上路 好了 现在8分钟到了 咱们的CD够了 二五朵的层数也跌得差不多了 那没什么好说 军团出征 寸草不生 这里发现了鲁蛋和蓝帝王的位置 蓝帝王是个残血 不着急 咱们先绕后 一套连招23112 把鲁斑给他秒了 再利用手边这个眼位 虚微的封一下蓝帝王走位 他来我这儿 他就避暑 但是吧 阳光男孩们总是身性多疑 玩得很尖卑 他竟然怂了 声东击西没管我 反倒是盯上了我们家辅助墨子 这小伙子东西还是有一点 可惜不多 击上完墨子以后这个走位 哎呀 你犯了大忌了 有手边 河道肯定有眼啊 你要是我 我就沿中路主角先称 毕竟主路放眼的人少啊 这一把 敌方选了个猪八戒 对八戒来说 咱们的军团越多 他回血越猛 因此面对八戒 一定要先做梦魇 军团玩法很怕范围吸血 而范围吸血 往往意味着范围伤害 因此这也是这个玩法的缺点 但是除此以外 军团流 那是一生的优点 比方说退塔巨块 你不管守卑点不点塔 反正敌方的塔相当于没有 像这里 冰箱都没有 但是敌方的二塔一样退的飞快 而且啊 我发现鲁班也是弯门斜招 团战打不赢就不打了吗 你玩个鲁班偷塔是怎么回事啊 还跟我勤王绕住 我笑了 那没什么好说 闪现过去 23112 再把今生一点规避伤害 送这位兄弟上路 你打团不好吗 非要偷塔 正面硬刚啊 15v5公平游戏啊 来啊别怕啊 人多一定怎么了 勇敢的面对 拿出勇气 打不过你就数 有什么好怕的 你像八戒是个勇士啊 他就敢于1v15 而王昭君 刘山也不差 敢于直面恐惧 哪像什么蓝灵王只会搞偷袭 像什么鲁班 正面打都不敢打 一定要勇敢的面对 不要逃避 水晶战了 你就下一把 下一把总不可能还是15v5公平游戏吗